您好 欢迎收看晚间八点新闻 我是周景鱼 新闻一开始 赶快来关注 全国三级警戒又在延长两个星期 眼看接下来还有团五年假 游行返乡出游人潮 形成了让染疫风险不断的提高 总统蔡英文也再度发表谈话 呼吁全民要留在原地 不要移动 另外她也提到 美国捐赠给台湾的75万剂疫苗 很快就会空运来台 会尽所有的力量 争取更稳定的疫苗供给 防疫期间造成不变 也请大家多胆胆 强化三级警戒延长到6月28号 造成的不变 还是要拜托大家多多担待 全国三级警戒在延长 总参议馆再度针对防疫工作 发表谈话 虽然周期确诊数下降 但防疫工作不能松懈 重症死亡率偏高 尤其是长者 慢性病患者 很容易一下子转为急症 造成难以挽回的遗憾 除了死亡人数连日来双位数增加 请接受端午廉价 就怕人潮跨区移动 让国内疫情再起 总统恳请国人 千万不要出门怕怕灶 虽然有减少 但是还有8.5万张票 爱家乡就留在原地 爱家人也请不要移动 不返乡不出游 也要尽量减少出门采买 总统喊话各县市首长配合 落实传统市场分流防疫 另外更进一步宣布 美国援助疫苗的好消息 美国提供了75万剂的疫苗 已经启动后续载运的协调工作 很快的也会空运来台 政府会尽所有的力量 来争取更稳定的疫苗攻击 但疫苗还没到手 三级警戒在延长 还请国人多忍耐 挺过这波疫情难关 总统会才一体报道